这个是给咱们订做的电动单车的洗车机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坐到两轮车上面的 电源也是取自电瓶车的这里面的电池 然后插上去之后整机就上电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左侧是电控箱 然后右侧箱体是出冷水和蒸汽的 这上面是烟囱 然后这边有一个微水接口和一个调节制水风压力的旋钮 这就是这个机器的整机布局 上面是水箱 水箱的沉水量大概是50升 下面我们就先简单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一个蒸汽的效果 只需要按一下增加按钮就行 稍等一下压力起来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通车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你们来看 一个高坏的植物 这里眼中不知道nine是什么 感觉的 码的植物 因为我现在按一下 那么多久 喜欢这样的测量 就像这样子 頭的额 真的 好像是 像这样子 更好 像这样子 我们是 水 这个就是它的蒸气功能 我们可以轻松的看到这个压力也能看得到 它是能拍摄的很远 这个蒸气我们就不多看了 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它是一个冷水公里 这个冷水的话它是需要有一个切换 就是右侧箱门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阀门 然后我们可以方便的切换这个高压蒸气和冷水 两个阀门对调一下就行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只需要按一下这个防动按钮 就是高压冷水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个可以调散状和雾状 可以看吗 很散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高压冷水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高压冷水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高压冷水 谢谢观看